每天都在喊告告告 到底要怎麼告呢 今天就來告訴你 民事訴訟提告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呢 司法院他都有講 第一審民事訴訟是一年四個月 第二審是兩年 第三審是一年 但是這是原則 如果很複雜 法官也不能夠趕著結案 他還是要可以延長 通常在六個月內 法官大概就會做出一個判決 一審判決之後 大概收到判決的二十天內 是可以上訴進入二審 其實最希望對方不要來 為什麼 當事人不來法官還是可以判的耶 他只要覺得證據夠了 他就可以判決耶 好那至於說要花多少錢呢 首先呢 原告要先繳裁判費給法院 按照你請求這個金額的1%左右 去計算裁判費 法院會看一個單子給你 如果你不繳呢 法院就不會受理你這案子 就直接就把你割回 另外呢 還會支出什麼可能的費用呢 就是支付律師費用 你這案情的複雜程度 還有你請的律師自己去攤就好了 但如果我沒有錢我可以提告嗎 可以我們有法律輔助基金會 這些律師費用就會有法律輔助基金會來幫忙你 好所以我們提告一個民事訴訟 需要花的時間跟費用大概就是如此 簡單做個介紹 謝謝